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 确定与总统蔡英文见面 麦卡锡办公室3号罕见更主动发出声明 明确指出5号在加州雷根图书馆 亲自主持和台湾总统会议 而且共和党和民主党也会有代表共同参加 这个是在过去极有之 而且美国跟台湾大概有一定的默契 所以美国是定调为是一个非官方的过境 这也是40多年来最高规格接待台湾总统的出访 你就看得出来台湾跟美国的关系日益密切 直接的沟通第一手的消息 有助于台美双方建立最好的伙伴关系跟政策 台湾总统过境美国与政要见面 向来低调不公开 这次麦卡锡办公室却提前公开证实 更引发台美中三方关注 这个麦卡锡访问台湾来的笑很多 这个敏感度会降低一些 当然北京的抗议也是在预期当中 就不管如何北京还是会有它的抗议 蔡麦会将登场中国也扬言将采取坚决回击 从3号到4号早上6点国防部也争获共击20架次 9架次跨越海峡中线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 专家也分析中国的反应不会超过 裴洛西来台的围台军演 但蔡麦会还未登场 先成为国际瞩目焦点 欢迎新闻客观 陈宋哲宁 台北参目到 请订阅按赞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订阅